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首先来欢迎的是我们的严一辉师兄 师兄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继续来欢迎的是我们的黄敬怡师姐 尊敬的主持人及全球大爱观众大家好 每次大爱剧场如果走走走到尾声的时候 都发现师兄师姐越来越忙碌了 其实每一个人对于自己的故事 要不要搬上大爱剧场去呈现的时候 心境都不太一样 我来猜一下师姐应该是随顺姻缘 觉得既然来了我们就把握姻缘 对不对 师兄酷酷的个性应该是不太会有所考量 对不对 考量的因素我们就不用特别讲 因为我觉得每个人大概都是一样 因为要把自己可能过去的一些故事呈现出来 但是真正的再一次的说出自己的往事的时候 师兄我想请问你 你自己有没有从再一次的去述述往事的过程当中 又再一次的成长会有什么样不同的改变吗 如果从再一次叙述过去的故事 我想应该对于过去错误的部分 我们可以得到一些警惕或是教育 让未来变得更好 所以其实当个可能我们的制作人 或是编剧跟你做访谈的时候 就又勾起了以前很多的想法 然后感觉上又再一次写了一遍自己 可能此生的功课对不对 那静怡师姐你呢 有啊 我改变最多的啊 说说看 我们洗耳恭听 我以前就是很喜欢改变别人 然后我希望别人都要按照我的想法去做 然后我觉得我就是对的 可是我后来进来慈祭之后 我觉得是不对的 因为世间你认为对的 别人不一定认为对啊 很多事情是姻缘啊 我们可以随顺姻缘 然后很多事情遇到事情的时候 尽力而为 但是要随遇而安啊 这样子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烦恼 所以其实我觉得我改变最多的 还是我自己 收获最多的也是我自己 但我们常常会有一种 有一种期盼 因为自己有改变变得好一些 或是往比较善的方向去走的时候 我们会急或是会有这期盼 我好想我的家人也一样 有那种要度人的心态 有的人快 有的人慢 有的人很快就能够理解 跟你走同一条路 有的人就不一定 师兄是属于随顺姻缘的人 对不对 对 但是你会不会在这样子的随顺姻缘当中 多加一点积极度 因为或许有一些人真的就缺那灵门一角 我觉得没错 就是我虽然是很会讲姻缘 可是我的热心度没有像师姐那样子 就是您讲的这个要 有时候该积极的时候要积极一下 所以还是会有 有没有曾经真的是如你难忘的 因为你改变了自己积极一点 结果发现对方给你的回馈 还有出乎你意料之外的结果 让你更为欢喜的经验有没有 我想是应该是有 就是说虽然姻缘不好 可是对方会因为你的热心和诚意被打动 有这样子的经验 对 有这样子的经验 这时候就会觉得很开心 是的 这个开心身旁的这一位看得最精准了 他真的曾经因为这样子 是让你感受到不同的欢喜是不是 对 因为以前我实在很担心我的师兄 他太好像都是只有自己一个 他的心灵世界好像没有别人那样 我觉得他这样会很孤单 那我希望说 因为我以前都说他是修小圣的 只为自己在修而已 这样很可惜 然后所以一直引进他进来慈祭之后 让他能够了解这个大爱的精神 他去广结善缘 原来他才知道说 哇 他也有那一股很大的力量 可以去帮助别人 因为我觉得在慈祭久了之后 你真的会发现很多的一个 符原相聚的时候 我们就不知不觉 不是刻意的 会不知不觉的就去说感恩 如果今天让你这样子 重新的去回顾一下 你同年轻的岁月 然后做慈祭的经过 婚姻这样子的一个调整 你现在有没有什么想要说的话 感谢的话 或是有什么心情没有 我当然一定要感谢 感谢一路上 因为有慈祭 因为有伤人 我的人生真的被慈祭救了 不然我一生我觉得我很苦 所以来到慈祭真的是 一个永不后悔的一个道路 得到最多的就是智慧 最后就会发喜充满 还会把它分享给大众 感谢慈祭 还有没有感谢什么 我也感恩我师兄 他能够跟我同行菩萨道 而且我觉得他进来做慈祭 他有很大的改变 那希望我们也能够成为 人间的典范 因为现在社会上很多 很烦恼的夫妻 怨偶 怨偶很多 那也希望借助我们这一部 大爱剧场 能让世间人都成为一个 幸福的家庭 人人都来同行菩萨道 我觉得我每次跟静怡师姐讲话 听他的回答 我都觉得他是一个很敢发愿的人 很敢说出他想要表达的一种心愿 而且都是正向的愿 我知道师兄会比较一步一脚印 属于保守型的 但是我相信你也会有一些想要在这个时候表达的话语 是不是 说说看 我想就像师姐刚才讲的 其实我进慈祭真的是改变很多 没进慈祭前比现在还酷 更酷 那其实是很孤独的 你自己也这么觉得 对 那就像师姐讲的 我们应该要把心胸打开 多一份热心 多一份热忱 这也是接引众生的一个方式 不要局限在过去的那个观念 因为现在的时代 有时候过去的观念和想法已经不适用 以前可以独善其身 但是现在如果说以佛法来讲的话 如果是在一个叫做五浊恶世的时代 其实很多善的力量要透过积极的行动 把它呈现出来 对不对 所以其实修佛学的师兄有感受到这一点 对不对 所以他会去觉得 我可能要改变一下自己 所以有一句话说 要成佛前要先解好人缘 对不对 独善其身 真是很好 但是如果能够建立天下更好 你有这种体会 对不对 所以其实在这一出当中 叫做有你陪伴 除了是夫妻相伴之外 在慈激录上 他们所要做的是法亲相伴 这是很重要的 因为他们是非常棒的一对顶客族 然后把时间 把他们的金钱 花在更好的一个地方 这就是我们在这一出戴爱剧场当中 听到他们的一个点点滴滴的 明天有更精彩的内容 请您持续的收看大爱剧场 今天感恩两个的分享 感恩 感恩您收看今天大爱会课室 我们下次见 我们现在要去拍大结局全剧周 这一场对啊 这次要签名的意义 随便你画 剧本里面最后一场 对啊 这个展望未来 体会现在踏实的幸福 我跟米可白要告别 静怡师姐跟一辉师兄这两个角色 也是很舍不得 我要见个样子 希望不要笑到大家大牙 是不是大牙是吗 笑到大家大牙 希望拍戏可以大家看到感动 但也可以让大家看到有趣的时候 可以让缩解大家平常的压力非常重要 娱乐大家 再远一点 再远一点 到那里 到你 我要回最后一天被你打 哈哈哈哈 我们就帮我吧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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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其实我觉得在我们身上 应该都有发生一些深刻的改变 从前期我们两个角色 依辉跟静怡 从相识相爱到结婚到出现很多问题 那就是风风雨雨 你说没电了吗 没关系 这边还有大牙 耶 开心 多吹一点啊 你那么宽 我不宽 但你比起来我还好 心宽 错了 我可是 什么 瘦身带血 真的吗 真的吗 后期呢 整个变成一种 很踏实 很稳固的一种 细水长流的这种爱情 这个是我们年轻人 其实比 比较难体验到的 你如果要接花的话 你接的问题是要给我好接 你见那个什么 有没有什么东西 所以你发的最后一天 要办理最后一天 这是经验 大概多了的一些 但是真的人生 到了后面体会的那种 会守着静怡的这种 好像平淡 但是很踏实的爱情 我觉得很感人 快点 穿点咖啡脑子 最后一天 希望下次還可以一起工作喔 謝謝老爺 謝謝